台北国际花博开幕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已经冲破了百万人入园参观的记录了 那么在园区里面看到的人气真的是满点 不论吃的喝的甚至是纪念品区都是满满人潮 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共一亿五千万元的营业额 开幕不到一个月台北国际花博 已经吸引超过一百万人次入园参观 除了几个人气展馆还有一个地方 也是满满人潮 但这里不用拿预约券也不用排队 要掏出的是白花花的钞票 纪念品旗舰馆上千种品项陆续上架 吸引民众目光 拿那个种籽就可以种番茄很酷 卖了吊饰 我买亚比的吊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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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买亚比的吊饰啊 很可爱 手机吊饰是基本入门款 但卖的最好的是这一只花博娃娃 大只的要900元 小只的要价350块钱 来到这里几乎没有空着手出去的 所以常常有这种情形发生 早上一大早就很多人都来买了 对啊 队下已经没有库存了 对没有办法再补货了 另外一头餐饮区 人气最夯的是花博便当 只剩下这种75的鲁鱼腿 给我三个 每到中午时间 排队买花博便当的队伍就这么长 最多一天可以卖掉三四千个 基本款的便当一个卖75元很平民 但如果想要这种限定便当 手脚可要快 就是这个盒子 然后别人买不到 我们买到了好高兴 花多少钱 120 所以觉得这样值得 值得 根据官方统计 光是餐饮加上纪念品的营业数字 就已经破1亿5000万 周边相关产业带来的效益 更是难以估计 花博不只成功打赏 台湾的国际知名度 也带动了经济发展 中天新闻台北众博报导